30岁存扣300万回老家 谁年轻时候没有过这个梦想呢 真正赚到300万回老家后 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就算攒够了300万 够在老家生活吗 之前网上还传过一张很火的各城市财富自由标准图 我赶紧点击去看内容 毕竟谁年轻时候没有过这个梦想呢 有同样梦想的扣一 楼主介绍自己已经26岁了 现在赚到了100万 目标是在30岁之前存够300万回老家过上躺平式生活 大部分网友第一反应都是赞叹加羡慕 也有些网友想知道楼主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 对此楼主也有介绍 他说自己是淘宝王特 再加上一些微博运营的广告收入 算是乘上了互联网的东风 当然更多人表示支持楼主的想法 自己也有同样的梦想 即使说到赚够钱就回老家这种想法 不止豆瓣我在其他不少论坛都见过 比如知乎上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问同样的问题 我身边的年轻人就经常说这样一句话 我上班就是为了钱 不要和我他理想 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 之前豆瓣还有一个小组很火 叫FIRE小组 意思是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ing Early 即财富自由提前退休小组 里面聚集了6万多年轻人 每天都在讨论 和规划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为了提到退休而努力 这么看来 在大城市辛苦打拼赚到养老前 找个温暖闲适的地方 过上休闲的小日子 是这些打工人的普遍梦想吧 今天就给大家盘盘 实现这个梦想的真实难度 本期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如果你对哪部分感兴趣 欢迎发弹幕告诉我 后面我会详细讲解 说实话 想赚够钱回老家的人有很多 但像豆瓣帖子里那样 真正做到的人却没几个 很多人只是停留在畅想阶段 却并不清楚 真正赚到三百万回老家后 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我身边恰好有两个实践者 一个是我的老读者 从2019年起就开始关注我 也一直微信联系 前一段时间聊天 他告诉我 自己已经回到老家生活一年了 在西南一个三线小城 他23岁大学毕业 在此前在深圳工作了7年 一直在做互联网金融相关工作 凭借着一线城市多年的工作经验 他在当地银行找到了一份 对工业务的职位 平常工作不算忙 每天朝九晚五 早上自然醒 一周有三至五天早上跑步 工作之余就宅在家里玩游戏 看剧 中午就渐渐身打打篮球 闲了就自驾跑到郊区 转转看风景 他家里现在只有爸爸还在 而且有充足退休金 他和爸爸住在一起 目前单身 没什么结婚的压力 所以也不需要额外买房 每月的花销都控制在三千以内 当然能这么率性 还是因为他有一定底气 工作这些年 他还是很拼的 前几年呼进火的时候 趁着所带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上市风潮 他拿到一笔期权变现近一百万 加上工作几年攒的钱 凑出来差不多三百万现金 而且他还花几个月的时间 把手中这笔钱 简单规划了一下 差不多一半的钱 放在银行存款 分别存在三家银行里 利率在4%左右 花50万 花在6%上下 然后用50万买了几只市场上的龙头股 成本价控制的也比较低 有上涨空间 还有30万花在了各项保费支出 给自己置办了养老和商业医保 最后还留了20万现金应急 这样下来 每年利息差不多在6到10万 正好能靠住他每月几千块的开销 他已经回老家一年了 用他的话说 一个人也没什么经济压力 生活真挺不错的 脱离了世俗的枷锁 比较无拘无束 当然也有烦恼 人在小长 身边能交流的人比较少 不知道找谁之前的社会关系也都不在这 偶尔会比较孤独 不过这跟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相距 这并不算什么困难 这是已经回老家生活的 还有一个是一直在畅想 正在筹备的 是我的一个小表弟 当初他从东北来北京工作 就是被他爸逼着来的 那个时候跟他聊天 他就一直说自己不喜欢在大城市生活 今年他也28岁了 在家融资租赁公司做运营管理 前几年 行情好的时候 他每天忙东忙西 也算赚到了一些钱 但最近两年行业增速变换 收入也没什么增长 本来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又大 他又开始盘算着回东北了 我问他回老家想干什么 他说自己在大学时候就喜欢打篮球 梦想着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篮球馆 为此他还做了一些详细的调查 在他的老家城市 还没有很多室内篮球馆 年轻人喜欢打篮球 但场地又不多 需求得不到满足 再加上最近教培改革 素质教育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如果请点好的教练 开个儿童篮球课 收入应该不错 当然他也不是空想 已经用自己的财务知识 把五年的财务报表都做好了 房租需要多少 物料需要多少 人力需要多少 规划的清清楚楚 按他的计算 回老家开篮球馆 花不了多少钱 满打满算四十万足够了 当然回老家定居 也要考虑买房结婚 他自己总结下来 得攒够一百五十万 目前他离这个目标还差一点点 所以打算这两年再拼拼 赚够了钱立马回老家 在谈到这些时 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放着光 和之前见到他都不一样 在北京这些年 虽然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但一直很努力 我也一路见证着 他的头发越来越少 二十八岁的人 满是三十八岁的脾胃 现在他下定决心回老家后 身上的重担 一下子卸下了不少 上下唯一需要解决的 就是他爸的思想工作了 我知道你会疑惑 这些人挺勇敢的 别说一百五十万 就算攒够了三百万 够在老家生活吗 之前网上还传过 一张很火的 各城市财富自由标准图 一线城市是1.9个亿 二线1.2个亿 就算是三线入门集 也需要六百万 三百万 看起来好像并不足以支撑 回老家 过自由生活的奢侈梦想 但是这一切 还在看你对生活的定义是什么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俗话说的好 一个亿有一个亿的标准 三百万有三百万的活法 如果你一个人 只要个基本保障 吃个饭 看个书 别的不考虑 那也花不了多少钱 豆瓣菲尔小组 就有这样一位神人 一块地 一把葱 一张饼 在老家自己种地做饭 吃的也挺香 他还创造了一句经典名言 只要我坚持下地摘野菜 通胀就拿我没办法 更何况 很多人回老家 也不是一穷二白回去的 就像前面提到的 那位读者小哥 就在一线城市攒到了一些钱 他自己本身就懂财物 也做好了理财和资产争执规划 只要手上这些资产长期持有 未来收益 大概率会越来越高 在家乡小城 卡尔他一个人的生活 肯定是足够了 当然 以上所说的都是理想状况 为什么很多人明明都有 回老家的理想 却很少有人去实现 还不是因为我们很少一个人生活 像豆瓣博主和读者小哥 他们都只是特例 不需要考虑家人的居住 健康需求 单身也不需要买车买房等等 但像我们更多人 到了30岁 总会按部就班的 多了恋爱 结婚 生子 买房 人情世故 孝敬父母 等等各种消费 还有别忘了 更大的一个不投 养孩子也需要花大笔的钱 所以很多人就算有这个梦想 走着走着 忽然发现300万根本不够 回老家也不现实 老家哪有好学校给孩子教育 哪有好医院给老人养老 所有这些问题摆在面前 最终想要实现自由的钱 永远也攒不够 回老家过优先生活 也只是骗自己继续拼命打工的 黄粱一梦罢了 二十多岁时的目标和理想 随着要背负的责任而不断变化 到了30岁 早已变成了另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有同样感受的 扣个一吧 说实话 年轻时我也曾有过 赚够钱回老家的想法 总想着等到哪天赚够了钱 就回老家 找个清闲差事 喝茶看书 云淡风轻 但这些年一路成家立业 还没来得及认真思考这个愿望 就过了30岁 悄然来到了中年 倒不是说怀旧 就算非要再返回实现这样的愿望 也是渴望不可及了 只是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看这些故事和这些人 不免心生感慨 有句话说得好 人终将会活成他想要活成的样子 我们大多数人 总习惯在大城市里拼命奋斗 相信能过上舒服的生活之前 必须要疯狂工作 高速运转 用苦行僧的姿势 完成自我POA 才配获得幸福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相信 不用非得在一线城市高速运转 不用非得赚到一大笔钱 才能过得快乐 同意的加一 正如豆瓣菲尔组的一句 景言一样 能不能菲尔主要看你的资产 大于欲望 还是资产小于欲望 而不是只看资产有多少 所谓的财富自由 从来不是人生奋斗的终点 而是你拥有什么目标 绝境了你的财富自由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毕竟我们的人生 从来都是梦想自由 阳光免费 同意的掌声 好 今天内容就盘到这里 如果你就有收获 别忘了给书一个一键三连 当然也请同学们自己的关注坦书 前期时很好赚 请我给你盘个遍 保证你能赚到钱 3 5 7 7 9 7 9 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